大家好 今天是每期时间11月5日 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 我是Cherry 2020 美国总统选举陷入史上未见情况 多周出现邮寄选票是否有效与计票争议 美国总统川普5日傍晚现身白宫 就目前的选举情势发表谈话 川普表示 这场选举必须公正 诚实 不是为了自己或者拜登 也不是为了共和党或民主党 而是为了美国 不要在历史上留下污点 综合媒体报道 川普现场表示 如果看合法计票结果 就会知道他已赢得总统大选 因此他不能让对手偷走这个结果 必须保护2020美国大选 川普表示 民主党透过强大的媒体力量 打选战力道之大史上少见 但实际上根本没有所谓的蓝潮 媒体的民调形同是在干预选举 谈到备受争议的邮寄选票 川普表示 民主党在关键战场 哪一个地区的选票出现落差 并开始拖延 等着等着选票就出现了 他对于邮寄选票 几乎只靠向其中一方的情况 感到亚裔 川普也提到了 共和党在此次的大选中表现优异 胜选的共和党女性人数胜过以往 众议院没有丢掉任何一个席次 强调共和党是美国公元的代表 川普最后表示 民主党阵营在窃取美国的选举 摧毁美国的系统 我们的目标是 要保护选举的正当性 我们不会允许如此重要的选举 遭到腐败者的窃取 川普还说他和拜登都可以声称 自己在哪些地区胜出 但最终会由法官做出裁决 川普谈话结束后 随即离开记者市 没有接受提问 美国总统大选开票持续中 有外媒引述观察人士指出 中国的红二代与自由派知识分子 压倒性的支持 美国总统川普连任 因为他们一致认为 只有川普才能制约不可一世的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美国之音引述中国国内一位 匿名人士的看法表示 会坚决支持川普连任的中国人 多数都是因为习近平才支持川普 因为目前中国在习近平的治理之下 没有人能挫败或制约这位定于一尊 嚣张跋扈以及批评不得的领导人 就只有川普当家的美国才能做到 该名人士指出 这些红二代中多属共军高官子弟后代者 他们强烈不满的是习近平乱搞军队 在军队进行政治清洗 淡化乃至抹杀他们的前辈的牺牲 也有观察家注意到 在当今中国 习近平成为一个绝不能批评的人 直接批评习将会被治罪 间接的批评 暗示性的批评 甚至间接的暗示性批评 也绝对不被准许 另外 中国退休资深记者高瑜透露 尽管中共官媒对美国大选报道甚少 但他熟识的许多人都非常关心这场选战 其中大部分的人是通过中国的社区媒体 来得知选情的进度 如YouTube的影片 也能很快地转发到微信上 不过相关的文字 隐阴 阴党被封杀的就很多 只能存活很短的时间 高瑜观察说 自己的加入和观察的微信群中 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居绝大多数 且一面倒地支持川普 他们热衷于传播及收看这些讯息 此外 红二代子弟的微信群 也是压倒性地支持川普 对此 旅居美国的中国法律学者 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 兼任教授腾彪分析指出 海外华人民主派人士 支持川普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 川普对中共强硬 与过去所有美国总统相比 是最强硬的 这种强硬会给中国走向民主 带来转机 至少有利于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 美国2020总统大选持续计票中 CNN最新对亚利桑那州选情分析认为 川普在这里仍有一条路 川普特地将节目录下来 发布在YouTube上 CNN5日晚间分析了在亚利桑那州 乔治亚州最新的计票总数 亚利桑那州方面 节目分析 在拜登选票领先的马里科帕县 只有约83%的票数计算完成 而在匹马线也是由拜登领先 但是放眼整个亚利桑那州版图 川普阵营还会有更多票会计入 节目分析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阵营对于外界 将此处列为拜登会胜选 感到愤怒 不过亚利桑那州的选战大致结束了 就算川普在其他线拿下51% 52%的选票 拜登赢面还是很大 不过现在整个州 还有16% 17%的票还没有开出来 后续会如何 还很难说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在这里仍有一条路 在另外一个关键战场 拥有20张选举人票的宾夕法尼亚州 尚未有明确结果 不过该州阿利根尼县约2.9万张选票 出现争议 暂停计票 美东时间6日下午5点之后 才可恢复处理 综合媒体报道 阿利根尼县官员表示 大约需要审核3.5万张游击选票 其中联邦法院已下令 约2年9万张选票 直到登地时间周五下午5点之后 才可恢复计算 另外6800张选票有其他问题 包括受损 缺少保密信封 或其他技术性问题 将在周五当天由专人检查 最新数据显示 川普在乔治亚州的领先已胜不到1万票 尚有2%的选票未开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随时有翻盘可能 据CNN5日晚间报道 川败两人在乔治亚州的选票 皆突破243万票 川普领先仅剩约9000票 报道表示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 川普在白宫和竞选总统 不断和共和党州长电话联系 精算每一周的选票 乔治亚州有16张选举人票 即便川普丢掉此周 拜登的总票数会落在269张 还不至于直接败选 但也意味着 川普不但得死守宾州及北卡 还得逆转由拜登领先的 内华达和亚利桑那州 福克斯商业台主播 玛丽亚·巴蒂罗默 5日在社交媒体列举多个选举乱象 多处出现疑似造假的选票支持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巴蒂罗默当天在推特上写道 凌晨4点 威斯康星州青岛6万5千张选票 百分白选拜登 凌晨4点 密西根州青岛13万8,499张选票 百分白选拜登 亚利桑那州选举工作人员 强迫选民使用马克比 从而使选票无效 总统川普在乔治亚 北卡 罗兰纳州 宾州 威斯康星州 和密西根州领先时 他们就停止了计数 直到投票先子通宵拜访后 对此 川普的二儿子 埃里克回应巴蒂罗默说 各地被发现和被举报的选举欺诈行为 简直真是疯狂 我们在每个州都有团队监督 我真的希望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 立即对此进行调查 对此 巴蒂罗默再度推文回应表示 不可思议 你们谁见过如此大的恨 你们为什么认为川普这么讨厌 是因为他揭露了民主党腐败 威胁到他们的控制权 有一名注册为华尔街投资人士的网民 在巴蒂罗默推文下跟帖说 这一切早就策划好了 川普就是那个站在我们所熟知的 美国和民主党共产主义者乌托邦之间的引领人 新世界秩序口号是全球共产主义控制的代号 川普就是那个唯一的阻挡全球主义者的人 民主党一直信奉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另一方面 从4日起推特已经屏蔽多条川普总统的选举推文 并且冻结保守派人士质疑选举作弊的账号 分析指出 这次大选川普所需面对的对手 绝对不仅仅只有民主党 美国大选开票结果陷入胶着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当选杀回白宫 台海两岸都在关注选战进程 并准备迎接任何一种可能 如果拜登当选中共副外长乐玉成 希望今后的中美关系不冲突不对抗 台湾总统蔡英文11月5日则以 因应2020美国大选为题 在脸书上发布推文说 她对美国大选任何一种结果都有信心 因为支持台湾已经成为 美国主流民意和跨党派的共识 法管分析指出 蔡英文指出 美国是台湾的重要盟友 包括军售案在内 过去一段时间 许多友台法案决议 都是在美国参众两院 得到跨党派有力的支持 选后参众两院的席次 虽然会有些变化 但是对台湾的支持力道并不会减少 她有信心 支持台湾已经成为美国主流民意 和跨党派的共识 文章指出 对于拜登当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 台湾高层的反应看来是富有信心 中共呢 文章援引被认为 亲北京的多维新闻刊发的分析文章说 对于本届选举结果一个基本定性 拜登即便赢也是惨赢 川普即便输也是输的光彩 在当前美国政治形势下 如果川普败选 不仅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趋势值得观察 而且川普在剩余的任期内 如何在愤怒的心情下开展对华外交 尤为令人关注 文章分析认为 无论因何种原因退出白宫 对于川普这样的人物来说 岂有可能在其幕僚们的相助下 在剩余任期里 在对华政策方面宣泄其雷霆之怒 比较有可能的三个方面是 一 极可能将落败归结于新冠疫情的大流行 并利用总统的行政权限及推动立法 谋求将疫情相关情报通过某种方式公开 推动采取实质的美国内及国际措施 向中共追责追偿 二 很有可能在当前美中对抗胶着的几个点 内陆民族地区 香港 台湾及南海等区域搞大动作 三 很可能继续固化其对华政策趋势 将全面战略竞争及亚太战略继续推向深入 动用各种手段牵制民主党下任总统 文章也指出 若川普下台 那么对于拜登来说 他的政府可能一方面长期受到选举舞弊指控的困扰 甚至遭到司法追究 一方面在重重压力下 他也无法全盘推翻川普的既定政策 在内外两个方面都可能受制 文章最后指出 事实上无论川普还是拜登当选 都认为中共是一个意在破坏美国主导的 全球秩序的威权主义对手 都会减少关键制造领域对中国的依赖 并在人工智能和下一代5G无线网络等战略领域 与中方竞争 尽管中共承诺再度向世界开放 但西方世界对中共的看法已经大改变 他们开始对中共关上了大门 全球去中共化正在形成不可逆转的潮流 由于被其他发达经济体疏远 在这个背景下 习近平提出双循环的表述 分析指出 这是习近平无奈的一场高风险压注 华尔街日报4日看门分析 由于新冠大流行 全球政治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正在对中共关上大门 而此前 他们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报道援引牛津经济研究院估计 但是与美国的重大经济脱钩到2040年 就会对中国经济规模构成约8%的拖累 如果其他发达经济体也跟随美国的脚步 可能意味着这一数字会达到17% 为抵消与世界脱钩产生的影响 中共政府出台了双循环经济计划 根据这个计划 中共正有选择性的开放经济 以吸引外国公司留下 特别是在汽车和金融领域 另外在半导体产业政策下 中国战略领域的上市公司 今年通过新的债券股权和融资 将筹集约人民币1.2兆元 对此 报道指出 问题在于这些资金能否得以善加利用 尤其是在没有出口市场竞争纪律的情况下 以往 在被认为具有战略意义的行业 筹集大量资金 然后把资金投入到巨大的新产能中 与竞争对手打价格战 文章总结 中共政府试图通过更多依靠内需 来拉动经济增长 但负债累累的中国消费者 可能难以支撑对国内需求 大幅扩张的预期 对于依靠全球化的贸易体系 而蓬勃发展的中国来说 中共政府的双循环战略 无疑是一种高风险压注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